南韓現在就是往美中博裔之間 實力比較好 比較重的那一個就叫做美國 這是尹錫悅 韓國的新任總統 他高唱一首美國派 正式的在美中之間選邊站 於是中韓關係出現變化 定調 在台灣的財經專家叫謝金河 他說如果日韓跟美韓都交好的話 台灣要當心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原本南韓對美國的台東 在日韓2020年5月20號 拜登去這個首爾 以前叫漢聲韓國的首爾拜訪的時候 拜登跟韓國說 希望你這個中國美國挑一招了 過去甚至有人去懷疑說 如果川普是挺美國 挺很大的 拜登去挺中國 拜登一個起來 美國百分之七十的人 討厭中國 覺得這個國家頭會唱的怪騙 所以拜登也是民選的總統 一個黨選之後 也是要怕對抗中國的設立 早於有韓國港平 日空日225月20號 但是那個時候韓國台東 無人兩可 沒辦法說到底會不會 所以那個時候的結論是 美國的東方甲頂 減一個韓國這個盤 東方甲呢 其實應該就是 像日本韓國這個地方 還有過去可能在離除世界大戰 所以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的時候 東北殺生 差不多那個東西叫做東北 那不得一年間的 政策出現重大變化 因為它的修繩標示說 台海局勢和北韓一樣都是國際問題 台海 台海 來來來來 他說這句話你很好玩 台海跟北韓問題一樣 你以地理位置來講就是 台海在哪兩個國家中間 在台灣跟中國 那北韓在哪兩個國家中間 在南韓跟中國 什麼意思 中國不以改變台海現狀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韓國跟台灣一樣 我們都跟中國不太好 所以他們時夜也表示說 日本百多年前的事情 不用窮追猛打 什麼意思 日本韓國過去有很少人 我曾經有一些 立書資料是這樣 韓國人 民族性很強 我刺殺到日本的派去 顧韓國 那些也來過台灣 可以查一下 另外一方面 日本的海軍 比較先進 長洲砂摩帆 都和世界各家很早期的交朋友 所以他們來跟台灣 10年的時候 他使用海軍的管理 使用比較現代化 但去韓國的時候 六軍 那就是叫做 燒殺入獵 包括對付中國的時候 也是這樣 所以有的台灣人 會說 怎麼日本人來把我們帶現代化 帶我們吃五百的 有什麼 把我們起鐵機路 起台電 有什麼不好 但是對中國跟韓國來說 好多日本人 六軍來跟我們交談 這四人都壓承日本 所以大家對著日本的感情不一樣 但就算是韓國 這個 這個 幾乎是阿祖 日本的國家就是韓國 他們的總統 為了對抗中國 和美國騎一樣 跟日本合作 這一年來 美國居中協調 日韓關係 逐漸改善 也過去 日本對南韓的半導體化學材料等等限制 也漸漸解除 那 想要問 以想 南韓從親中走向親美 不要說他單純的為了美國的好 或者是說 單純討厭中國 他一定有很大的壓力 是什麼樣的東西 韓國也可以去跟中國談 甚至韓國前幾任總統 其實有的也跟中國比較好 這個是事實 但為什麼沒有談下來 為什麼 為什麼最後還是要去跟日本 美國站在一起 你簡單兩個字 就是安全 真的就是安全 其實我們今天 我們民進黨 國民黨民眾黨 都有不同的政策分歧 韓國也是 但大家的公約數 也就是所有民眾 一定會支持的 就是確保你的國家安全 你國家安全沒有 你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我剛剛對林陶也是 大家都吵一吵去 可是我 我要肯定林陶講的一句話 我覺得國民黨採取這兩D政策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兩D是包括到Defense Defense 國防是最重要 我其實說實在的 國民黨要不要去對話 我覺得這是一回事 國民黨去對話 因為我也不認為你對話出結果 其實充分顯示 香港誰去對話 都沒有人對話出結果來 習近平對台灣的意圖 已經非常非常清楚 但你要去試 我覺得沒有害 你去試就好 但是你沒有害的前提之下 就是你一定要重視國防 因為你在對話 你不一定達到成果 但是你國防 你好好去做 你有效的提升我們的國防賀主力 這是百分之百會有成果的 這是百分之百有賀主力的 結果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也很希望國民黨可以回到 一個所謂的親美路線 就是從輕鬆轉到親美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覺得我肯定這個2D的概念 但是Defense是最重要的 但我要講為什麼安全這麼重要 其實韓國已經正視到這一點 韓國正視到什麼 韓國正視到今天這個情勢 並不是更舒緩的 如果你今天整體的區域情勢更舒緩的話 你的選擇超多的 你要幹嘛去都可以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戰爭的可能 但各國已經看到戰爭的一個可能 為什麼戰爭可能 第一個你北韓 你整體而言 你一個北韓 你威脅到的國家這麼多 包括你是核能威脅 包括他近期對核能測試的進展 等等等等 都是對國家戰 各國戰構成威脅 第二你中國 習近平 你威脅到不是只有台灣 菲律賓也受到威脅 韓國也受到威脅 美國也受到威脅 甚至於連歐洲 英國都覺得你中國是一個威脅 甚至於你很多不同的國家 過去對習近平 是覺得我可以合作 包括菲律賓在內 現在覺得說 我對他企圖 我是質疑的 我是有質疑的 所以各國造成這個整個區域情勢 現在是越來越危險 那越來越危險的結果是什麼 你不能冒風險 你一定要重視國防 你一定要重視安全 這塊 所以我就說今天 韓國已經做出 他必須做出的政治犧牲了 真的是政治犧牲 影學去的時候 很多韓國朋友跟我說 被罵得要死啊 真的被罵得要死啊 去日本的時候 人家說你是賣國賊啊 他去美國唱歌說你是小丑啊 影學願意去做為什麼 你即便你政治的生命上受到犧牲 但是你對國家的利益有幫助 我覺得任何國家領袖 有負責任國家領袖 都會覺得這是好的一件事情 影學覺得是好的一件事情 菲律賓也是一模一樣 小馬可 他去美國的時候 也是有部分層面在罵他 也說你跟美國靠太近啊 他沒辦法 為了捍衛國家主權 我必須做出這件事情啊 那台灣人 我還是希望 我真的誠摯的希望 因為這是為了台灣的安全 為了台灣的未來 我們各黨應該有一個共識 重視國防之外呢 真的應該要重視我們的民族陣線 跟我們這些願意幫助台灣 願意投入台灣國防的國家 建立一個友好關係 而不是一直去辭議他們 一直去罵他們 一直去懷疑他們的意圖等等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對台灣安全沒有幫助的 我們台灣有一些山區 會有那種木造的繩子綁那種橋 你們有沒有看過 我自己稍微有點居高症了 所以我不太敢走 不是獨木橋 那個就是步道 然後你可以理解 就是有的時候我們去看 有一些東西是壞掉 那個橋 就沒人再走 然後路口封起來 那個表示什麼 有人走過 但是走不通嘛 那你要嘛 你就是在其他地方 再蓋一個橋 要嘛就是不要再走這一條 你不可能就是 再走一次 我覺得一直在跟中國談 溝通這件事情 韓國也釋放給我們看 菲律賓也釋放給我們看 而且台灣自己也不是 沒有跟中國溝通過 早前什麼孤翁 什麼九二到現在都是這樣 那個橋就斷了嘛 大部分去談的人 都知道會得不到結果嘛 甚至現在在談的人 都知道得到的結果 也不一定會兌現嘛 所以我們不想再走那個橋了 那可是這個時候呢 台灣在三個主要政黨的 國民黨跟民眾黨 在總統的政見裡面 都支持要跟這個中國 重啟談判 或者是重啟溝通 那先問一下達偉好了 柯文哲好像在美國又講一次 我跟你講我還原一下 他說啊 我想喔 台灣的總統啊 這個不管哪一個政黨當選 跟美國的關係都一樣 那但是問題是喔 我們跟中國比較有辦法談 你說你們跟中國比較有辦法 有在觀察 有在觀察 我覺得還是回到剛剛那講 林涛在學朱利潤也蠻像的 對於中國的談判 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到 民間的這個經濟交流 當你台灣跟中國的民間經濟交流 越密切的時候 中國就對你的這個 軍事武力威脅會 民間的經濟交流 那為什麼要這麼談 政府就是負責去擴大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中國這個習近平 在他第三任任期的情況下 他已經對於這個對抗的 這個野心越來越大 那世界各國不管日韓 或是歐盟或是美國 都已經發現到這一點 才會對於他的這個 有一個圍堵的狀況 那甚至美國發動的這個晶片的法案 也是為了防止中國在這個 全球產業線 他們對於全球經濟的威脅 所以我覺得台灣要把握這次的機會 說你在美國這一邊 你要多拿到一些美國這個軍事的 或者是一些 我問你內行的 我們不要講那些有的沒有 台灣人去柬埔寨詐騙 政府有沒有責任 被詐騙 政府有責任啊 政府有責任 台商去中國被騙 政府有沒有責任 政府也是有責任啊 那現在的情況是應該 在過去台灣中國的這個合作關係裡面 你認為政府現在鼓勵台灣去中國投資 這是正面的事情嗎 我認為中國的這個市場已經逐漸在改變了 現在應該是往越南或印度投資 是我們主要的主力 那幹嘛一定要跟中國談 你可以說我們要去發展 沒有 因為 因為他拿著槍對你 你當然說 不好意思 大哥 他拿著槍對我們 我們就是好好的講 但是你對於一個惡霸 你就不會說 我覺得現在讓台商 我覺得現在台灣是軍事上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我們需要去美國的一些軍事支援 甚至是發展無人機 甚至發展一些不會被打敗 或者是中國打我們會付出很大代價 那你覺得怎麼樣叫準備好 我覺得就是脫啊 跟中國這樣子 好好的 脫著 但是也打不贏 所以 你現在還沒準備好 所以需要美國幫忙 準備好之後就不用美國嘛 可是準備好的定義是什麼 所以準備的期間 現在是在準備的期間 你沒有準備好的那條線 你怎麼知道準備期間要多久 這個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那些資訊 所以以目前狀況來看 台灣現在還沒有準備好 因為我們目前的軍事力量並不足夠 所以才需要美國這麼多投資 他們帶著這個25個軍火商訪台 就是要建立這個軍火商的這個供應鏈 讓台灣能夠自力自強 讓台灣能夠有對抗中國的這個武力 我們說備戰但是不巨戰 你要打我不怕 但是我要準備 我要把自己的軍事力量增強 我們要自力自強 才能跟中國有一個這樣的對抗 但是在建立之前 我們要好好看有沒有談的空間 我們要說 中國不要這樣 先緩緩 我們自己在自己在準備的情況下 我們先跟中國說 你這個攻擊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跟他談說 你們在我們的民間交流 更密切的情況下 在中國對我們惡意不要那麼高 那以民進黨現在來看 就是他其實沒有 應該說中國不想跟民進黨談 那其他在於黨的情況下 他有沒有跟這個 國民黨談的機會 他有沒有跟民眾黨談的機會 那我就覺得看民意 有沒有要讓我們 有這個機會去跟中國談 你剛剛講麥安捏 聽起來有點委屈的和平的感覺 我沒有說 這是你講 我沒有覺得委屈的 也不是我講的 不知道是誰講的我忘記了 沒有我自己當 我們自己當辦法之後 當然你遇到一些狀況 有時候 你要勇敢謹慎而出保護家人 但是有時候 你還是要為了家人 有一些 拖鞋跟拖 當然你還是為了家人好 但是你會拖一下 不會說 不要學跑來 當然一方面是練身體 再來就是叫警察 你站打下去就回不去了 所以盡量 我們大家會不想打戰 好